原本以为会动摇美选选情的 杭特儿子拜登 他的电邮门丑闻 在美选之前是吵得沸沸扬扬 包括他疑似是打着父亲的名号 大发中国财 但是当时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主流媒体 他们都拒绝报道 因为就是以没有证据为由 不过现在选后来看 美国的司法单位决定要查了 杭特他是亲自透露 说他正在因为税务的问题 接受联邦的调查 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拜登还没有上任 禁主白宫 现在就要面临的是烫手山芋 而法新社现在也预料了 接下来共和党恐怕会借由这件事情 来重挑战火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既然现在连杭特他自己都招了 现在终于各大的主流媒体 也开始报道了这个电邮门的丑闻 但是根据亲共和党的福斯新闻观察 其实这多家的主流媒体 大多还是亲情歹果而已 报道最长时间的 只有NBC的1分16秒 接下来包括像是CBS45秒 ABC只有30秒 当中来看到CNN甚至只字未提 不过现在已经选后一个多月了 可以看到美选的争议都还没有落幕吗 现在竟然引爆了法律上的内战 这就是德州的检察长巴克斯登 他接下来发出的是法律的诉讼 向美国的最高法院指控 包括乔治亚州 密西根州 滨州 还有威斯康星州 这些都是拜登拿下的州 是选举为限的 同一时间来看到 其他的州也挺胜而出了 就是川普胜出的17州 也加入了这场诉讼大战 包括像是川普本人 他也要求要加入战局 而且他气炸了 竟然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狂po了九则的推文 他当中是大骂 选举舞弊 这是有史以来最腐败的选举 还说我们已经赢了啊 不过这场美选的闹剧 可以说是牵动全世界 现在时代杂志就公布了 年度的风云人物 当中四位入围者 就包括了川普还有拜登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来看到川普入围的原因是因为呢 包括像是防疫的争议以外 还有包括他输掉大选 却仍然声称自己是获胜者 好 真的是也蛮有勇气的 另外再来看到是拜登 拜登呢 他被评为是打破了欧巴马的记录 成为有史以来 获得最多普选票的总统当选人 而另外呢 入围的还有美国的防疫大将 Fauci 还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以及呢 因为非一男子佛罗伊德之死 掀起的种族正义运动 不止美苏在角力 不过现在来看到 美中之间的对价 连带让印巴的紧张情势也跟着升级了 这是印度和巴基斯坦 不过我们来看到 中国跟巴基斯坦最近呢 竟然联手 在印度的边界展开了联合的军演 好 这样子的明目张胆 在印度的边界展开联合的演习 而且持续到十二月底 很摆明的 就是要冲着印度来 要让印度官方绷紧神经 不过现在另外一头来看到 美方的抗中行动 现在也没有停止 因为呢 他们力挺香港 所以呢 看到美方又出手了 宣布要制裁十四个中国 副国级的高官 而且当中哦 甚至包括一位是中国的政委 不过他同时 也是犯罪集团十四K的首脑 尹国居 又名崩崖居 好 现在中国对此也做出了反击 觉得自己不是省油的灯嘛 他们就针对了特定的美方的官员 还有国会议员 要取消他们的港澳免签 看得出来战狼作风呢 现在呢 不止美方很反对 就连欧盟也开始反弹了 这是欧盟的驻中国大使玉白 他就强调了 他说呢 欧盟现在应该要和美国一起 来联合对抗中国的霸凌 要向战狼外交来说不 他还强调说 南海不但是中国的问题 甚至也是国际上共同的问题 不过来看中国 倒是对自己的战狼封号 蛮得意的 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 他就称说 就算我们做战狼又何妨呢 其实呢 我们为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而且对于外界这些 无底线的恶意攻击 我们甘愿做这个战狼啊 甚至呢 还自比是狮子王当中的 小狮王星巴 他说呢 我们在那个 各种的怀疑责难打击当中成长 自比是小狮子王 而且呢 而且之后还会慢慢的成长跟成熟起来 真的是不是有点温馨啊 另外同时他还拿这个 霍元甲的主题曲当中有一句歌词 他说呢 因为畏缩与忍让 人家娇气日盛 所以我们决定不会退缩 用这个来比喻当今的中国 不过现在中国就算成为了千夫所指 还是不退让 而且还是不断的在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 还扬言说不会放弃武力犯台 但是美国知名的军事记者呢 现在就直指了 如果你中共真的想 妄想要登陆台湾的话 将会面临什么呢 军方会有上千辆的坦克 做出致命的威胁 而且呢 中国是恐怕没有办法轻易的越雷尺一步 每次的联勇操演 就可以看到国军CM11勇虎战车 大秀火力的时刻 与M60A3坦克强大破坏力 命中敌军标靶 也为台湾本土防卫 逐起一道坚实防火墙 就连美国资深军事记者 大卫埃克斯 都在复比式网站发文 警告中国只要登台 就会遭受台湾上千辆战车致命攻击 战力到底有多强大 看看国军的北中南四个装甲旅 强大的战车实力 搭配陆军南北两个打击旅 269跟333 高机动进驻 更别忘了 还有陆战队的66旅跟99旅 光是一字排开上千辆战车 足以兼敌于摊头 未来还有M1A2地表最强战车加入 他能够串联有军单位 他能够串联比如说H64D 比如说M109A6 甚至于跟我们的高市单位 做即时的战场资源的共同分享 即时的战场图像 那对于整个指挥管制来讲 就会更有效率 除了陆上战车贺阻实力 海军即将打造的潜舰国照 也不是省油的灯 开工顺利 基隆和平岛开工的潜舰园区 未来全力支援8艘潜舰生产任务 台湾未来潜舰更被大卫评为 足以摧毁中国一个舰队 让中国即使强堪登陆 也将面临台湾部队迎头痛击 不知国军有保护台湾的实力 现在在美国的帮忙之下 来看看美国的国务院 批准了对台军售 这种系统叫做是野战资讯通信系统 据说号称是陆上的小部队 可以帮助串联所有人身上的装备 让指挥官可以下达指令 发挥最大的战力 当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美军曾经有40名的三角洲的部队 在叙利亚被500名的俄罗斯佣兵包围 就是靠着这套系统 歼灭了对方超过一半的兵力 而美军则是毫发无伤 这是美军在2018年 叙利亚战场上发生的奇迹战役 40名三角洲部队官兵 靠着野战资讯通讯系统指挥作战 4个小时几乎歼灭500名 叙利亚找来的俄罗斯佣兵 现在这套系统 美方同意卖给台湾 这可以让中国跳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 中国会这么紧张 就是因为这套号称美军神盾系统的单机板 可以串联战场所有军事官兵 身上所有电子武器装备 国军战场指挥官面对共军来袭 可以毫无分秒差别的下令攻击敌军目标 用最强大火力摧毁敌军 我今天看到敌军要登陆 他可能没有办法侦测到敌军 但他可以透过我看到敌军 而且确定目标的位置 然后发射火箭攻击敌军 他就是要建立一个参场共通图像 远藏在山后方的雷霆2000 只要透过侦察兵的野战通讯系统 就能瞄准敌军发动攻击 甚至简单一点来讲 就像打生存游戏 你跟伙伴们荧幕上就可以看到 彼此之间的血够不够 武器还有多少 在这套装备完全发挥淋漓尽致 还能防止敌军电战干扰 如果今天我这个平台被干扰了 我可以立刻跳到别的 其他不受干扰的平台 及时战刑资讯能够顺利 而且分秒不差好秒不差的 能够让我的友军知道 透过美军装备采购 为国军建立战场 共同图像发挥不对称战力的 最大贺阻力 特别是网络民调指出 2021年拜登执政后 39.3%的民众认为 美中关系将会好转 高达48%认为 美国不会派兵协防台湾 远比一年前多出13% 即便美中关系 让台湾信心感下降 不过拿到这么强的装备 也难怪中国一听到 美方要卖给台湾 反应这么强烈 3015六交友前好 台北冲到